一向品学兼优的儿子 期末考试只考了98分 儿子沉默不语 父亲却越说越生气 面对父亲的指责 其实儿子心里比谁都难过 如果不是考试前感冒发烧 他本可以考满分 但没考好是事实 他只能低头认错 男孩名叫罗静一 是出了名的学霸 他就读于重点高中 不仅学习品学兼优 体育成绩也非常好 经常代表学校拿下运动会冠军 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就是这样一个长辈口中 别人家的孩子 却被脾气暴躁的父亲骂得狗血领头 静一的家庭条件不好 父亲是个鞋匠 母亲就负责招揽客人 卖鞋的时候 忽悠起客人来偷偷是道 如果鞋子太大 欢鞋啊紧密啊 当然啦 没错 这对good fit的啦 如果鞋子挤脚 女人又会说 如果鞋子不大不小 正好一穿 在他的嘴里 鞋子松也合适 井也合适 客人还没反应过来 三双鞋就轻松卖了出去 罗爸爸虽然脾气暴躁 但有一双巧手 做出来的鞋很受客人欢迎 一家四口都靠他的手艺养活 常年累月下来 衣服都被鞋称磨出一个洞 罗爸爸整天忙着低头工作 所以对两个儿子 难免有些疏忽 对于孩子们在学校的表现 他也只知道个大概 与哥哥静一相比 弟弟晶儿就调皮多了 上课总是开小差 在班上成绩吊车尾 门门考试都不及格 还经常被老师点名批评 拿他和哥哥做比较 但晶儿却非常崇拜哥哥 一放学就会第一时间去找哥哥 刚到操场就看见哥哥又拿了第一 晶儿也很宠弟弟 奖牌还没午热就拿去哄弟弟开心 两兄弟轻易地坐在一起聊天 晶儿喜欢学校的同学方飞 方飞对晶儿也有好感 两个人刻意总爱去逛水族馆 欣赏各式各样的鲸鱼 晶儿给方飞讲着关于养鱼的知识 每当这个时候 方飞都会痴痴地望着 晶儿英俊的面旁 这天罗爸爸发现店铺招牌坏了 不禁感慨 不管男也好家也好 日子总得过 乐观的罗妈妈坚信 只要脚踏实地努力工作 迟早有一天会苦尽甘来 夫妻俩坐在门口等着孩子放学 罗爸爸贴心地为妻子按摩 一切都是那么的幸福 可偏偏老天也总爱捉弄人 一群人浩浩荡荡走进电影院 售卖员看着眼前一米八的小孩 怎么都有点牵强 女人明明没钱 为什么还要带一大家子来看电影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这天是中秋节 罗妈妈带回来巴合月饼 弟弟开心地表示 想单独吃一整盒双黄莲绒 妈妈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这些月饼都是要拿去送人的 这盒送给白荔荔荔荔 这盒送给烂嘴红 弟弟不解为什么要送人 妈妈说这叫还人情 分到最后 一家人只剩下两个月饼 四个人刚好一人一半 弟弟吵着要吃一整盒 哥哥就把自己那份让给了弟弟 可弟弟还是嫌少 开始闹着发脾气 为了哄弟弟开心 一家人准备去看电影 弟弟志气未脱的话 逗得妈妈哈哈大笑 算上街坊邻居 一共13个人 可罗妈妈就买了五张票 检票员不让进 可他哪里说得过罗妈妈 趁着检票员不备 罗妈妈赶紧招呼大伙往里进 检票员根本安不住 只能放他们进去 弟弟在门口偷拿了一个夜光杯 昏暗的电影院里 他的裤子里发光 一旁的哥哥忍俊不惊 弟弟连忙捂住裤子 第二天 静衣还把这件事当成玩笑 讲给了方飞听 女孩笑得花枝乱颤 悸动的青春在两人间萌芽 两人望着彩虹相视无言 这天晚上 养鬼子又来收保护费了 罗妈妈赶紧拿出一盒月饼 对长官说着好话 爸爸板着脸一言不发 哥哥听着洋人冷嘲热讽 法律 香港的讲法律 香港的 英文有更多个中文哦 静衣实在听不下去 于是转身离开 找到邻居大叔借电话 打给了方飞 想约他周末出来玩 可方飞找两感冒了 静衣却很不解 三幅天怎么会冷到感冒的 决定去方飞家看望他 晚上他拿出皮鞋仔细打理 又换上整洁的新衣服 从鱼缸里拿出了最珍贵的红彩鱼 这也是他唯一拿得出手的礼物了 没想到还没到方飞家 他就已经在别墅区里迷了路 一路打听才来到目的地 看着眼前豪华的大别墅 还有私人花园 静衣傻眼了 他拘谨地被女佣带进了别墅 此时方飞像一位高贵的公主 从雕花旋转扶梯上缓缓走下 从未有过的自卑感涌上心头 对于静衣的到来 方飞表现得非常开心 热情地领着静衣进屋参观 客厅里是一个巨大的鱼缸 比他在水族馆里见过的还要大 里面全是他只在书本里看过的名贵鱼种 静衣拿出精心准备的红彩鱼 虽然和鱼缸里的稀有品种比 他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正当静衣准备把鱼放进鱼缸 方飞拦住了他 这话说得明明是鱼 可静衣却觉得字字句句都在说自己 她问方飞这些话是听谁说的 方飞疑惑地表示 这些知识不是你之前告诉我的吗 静衣越想越觉得自卑 于是主动提出离开 方飞热情地送他出去 静衣以为走错路了 原来她刚刚走的是后门 看着豪华气派的大门 这种生活条件上的差距 让静衣有种深深的无力感 巨大的落差感 打击得他上课时都有些心不在焉 从方飞家回来后 静衣也着凉感冒了 谁也想不到 这场不起眼的小感冒 却夺走了他的生命 儿子并未急需输血救命 可父母却拿不出钱来 父亲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红跳子 妻子有些诧异 丈夫哪来这么多钱 一向健壮的儿子 为何一夜之间病重 其实这一切早有征兆 静衣自从感冒后 时常感到力不从心 学习时总是头晕目眩 记忆力也大不如前 考试成绩出来 果然有两个没考好 爸爸气得火冒三丈 静衣却有苦说不出 参加跨栏比赛时 更是突然摔倒 鼻血止不住地往下流 最后只拿了第三名 回家路上 静衣害怕父母担心 叮嘱弟弟不要告诉他们 刚到门口 邻居大叔拦住了静衣 原来是方飞打来了好几通电话 拜托大叔转告静衣 自己全家都要移民美国 听到这个消息 静衣的心情十分复杂 最终还是下定决心 去见方飞最后一面 她鼓起勇气再次来到方飞家 拿出珍藏的奖牌送给女孩 方飞也回送了自己心爱的吉他 她承诺一定会回来看望静衣 静衣也暗自发誓 一定要好好读书 争取考去美国 外面狂风暴雨 正如静衣此刻的心情 台风背地登陆香港 爸爸叫儿子下来帮忙 可是风势再太大了 爸爸一个不留神 直接抱着门板摔在地上 紧接着鞋柜也阴声倒下 父母示弱珍宝的皮鞋掉落一地 还没来得及心疼 阁楼的天花板也摇摇欲坠 困在楼上的弟弟 害怕地哭出声 爸爸立刻冲上二楼 用力抓住屋顶 甚至双脚都离地了 妈妈也上去帮忙 夫妻俩用尽全力 总算保住了房子 台风过后 看着一片狼藉的家 爸爸指挥着儿子 收拾散落一地的家当 可哥哥却突然晕倒在地上 爸爸背着他去到医院 医生告诉夫妻俩 静医得了急性白血病 以目前的医疗水平 治愈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夫妻俩并没有因此放弃 妈妈决定带着静医去北京看病 在那里说不定找到治疗的方法 但是医生还是给出了一样的答案 于是妈妈又失望地回到香港 此时的静医 还不知道自己的病有多严重 深夜还在刻苦地学习 一向严厉的爸爸 破天荒地劝他早点休息 可很快静医的病情再次爆发 不得不住进医院 昂贵的医疗费 让这个家不堪重负 在医院哪怕喝水都要付钱 因为他们没钱 静医经常遭到护士的针对 为了帮儿子治病 爸爸没日没夜的工作 家里能卖的东西 也都卖得差不多了 这就算这样 也只能维持最基本的治疗开支 直到这天 儿子又一次昏迷 为了给儿子输血 爸爸卖掉了唯一的婚截 摸着丈夫空空如也的手 妈妈再也抑制不住泪水 好在儿子终于醒了过来 气色看起来也好了不少 她一反常态有了胃口 主动提出想喝点粥 夫妻俩立马跑去买 远在美国的方飞 也不远万里赶来看望静医 两个人互诉中长 约定好下次再见 可是方飞刚离开 静医就突然口吐鲜血 等到夫妻二人 提着热气腾腾的粥赶回来时 却没能见到儿子最后一面 静医临死前 终究没能吃上那口期待的热粥 儿子的葬礼上 方飞哭得很伤心 她没有想到 那一次竟是两人最后一面 再见已是阴阳两格 静医再也不能兑现诺言了 之后爸爸也一下子病倒了 没多久也追随儿子去了 但是日子还要继续过 一向调皮的弟弟 一夜之间长大了 他努力学习 终于考上了哥哥的学校 承担起了支撑家庭的重任 正如那句歌词 在幻变的生命里 岁月源是最大的小偷 岁月在我们的生命里 偷走了全部的年华 成长的代价 是向死亡的临近 无可避免偷走我们的生命 我们不再肆无忌惮 也不再无忧无虑 曾经年少的轻狂不羁 终被岁月沉淀成沧桑